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 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多数人都会觉得 如果一个女人碰上一个这样的状态 都应该找一个结实的肩膀 来帮自己分担 而你为什么会找一个 比自己小这么多的 一个小男生 我认为 其实你对婚姻 是不太抱希望的 否则你不会放低 对婚姻的要求和标准 是 现在就有些女人说 我只要找一个忠厚老实的就可以了 这其实背后是透露着 女人对男人的失望 是 太帅了嘛 靠不住 太有本事了 太有野心不可控 所以找一个忠厚老实的最好 或者一个年纪小一点的 单纯一点 好调教 但是 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你对婚姻的要求低了 标准低了 所以你对男人的标准也低了 因为你的概念当中就是 我的下一段婚姻只要不出 我请不吝点赞 然后 我会发现你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然后你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越是吗 你不吝点赞 我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神经理的 我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就是我的天悸性循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我有些不足 但是我会慢慢地成长变成熟 还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和你开心 然后跟你伴鬼脸 做你喜欢吃的菜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都是挺好的 虽然说我父母对你意见很大 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实在有些舍不得你 尽管你以前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 我愿意用我余生的经历来弥补你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下面就是看他们自己的抉择 来 请开门 请开门